Hello 大家好 行政公職局公布上一次 學士學位綜合能力評估開口筆試的成績 考試成績只是分為合格和不合格 50分或以上評為合格 50分以下評為不合格 今次考試共有4369人合格 恭喜他們 不過合格率只有三成 即是偏低一點 其中有大約超過100人 成績70分以上 恭喜他們 不過都是偏低 今次筆試在上月25日舉行 準考人數有17261人 出席率大約是8.3 即是14326人 成績有效期是5年 合格投考人即日起至 2028年7月27日 只要符合法定要件 可以報考高級技術員授意 氣象高級技術員、翻譯員、文案即決 而舉行的專業或職務能力評估開口之外 亦可直接報考技術員或技術輔導員等職程的專業或職務能力評估開口 如果今次不合格 不用氣餒 行政公職局說 將會在10月再次安排一次 學士學位 綜合能力評估考試 屆時會在特區公佈和公職開口網頁公佈開口通告 大家留意 不過呼籲有意投考人士要做好準備 運定書 並留意公職開口網頁公佈的最新資訊 既然你給了300元 就不要浪費 一定有溫下書考考他 拿回大學和中學的課本 尤其是數學科 那就溫溫他 好,這集就先看 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 未知同意嗎? 多謝你們